沈城一品邀您共同关注沈城夜话 讲述本土传奇 叙说身边故事 感受民俗风情 传承诸子文化 沈城夜话让您了解千年古县的历史文化和民间传说 本栏目由沈城一品冠名播出 沈城一品至尊品质上层生活 游戏人说游戏事 游戏的故事说大家的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沈城夜话从今天开始就正式与您见面了 我们的第一集故事呢 要和大家分享的主人公就是一代大人物 朱熹 朱熹自元慧是中国古代最富盛名的哲学家 思想家 教育家 成就卓主的诗人和文学家 他即孔孟思想之大成 创建了一个博大精深的理学思想体系 他学识渊博 人格高尚 是继孔子之后 又一位对人类思想史做出巨大贡献的东方文化胜者 话说在宋高宗建言四年 也就是公元的1130年的农历 9月15这一天中午啊 朱熹出生在了游西县城关水南的正义斋别墅 使这里呢 后来成为文明海内外的朱熹诞生地 朱熹在这里度过了美丽的童年 并且留下了许许多多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七岁之后呢 朱熹随父亲朱松迁居建州 也就是现在的建欧 14岁的时候啊 父亲朱松因病去世了 享年只有47岁 要说那个时候 医疗条件太差了 临终之前呢 将朱熹托付给了崇安的刘子宇代为首养 这朱熹啊 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那就是好学 他先后拜胡宪 刘平山 刘勉之为师 从此之后 他是刻苦攻读 兼收并续 奠定了扎实的学问功底 而且呢 还潜移默化的 受到了三先生高洁情操的熏陶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呀 转眼之间朱熹长到18岁了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 朱熹参加晋州相试 也就是所谓的秋为考取了共生 要说这朱熹不愧是一代大儒啊 那就是天资聪慧 不管哪次考试 都没有空手回来的时候 这不第二年春天 朱熹进京科举考取了王左榜进士 22岁再次进京考试 受左敌功郎 24岁 官拜同安县主部 这主部的官衔到底有多大呢 按当时的牌法是九品七阶 官不大 但大小 他也是一个官嘛 从此啊 他算是正式步入了仕途 朱熹自27岁在同安主部离任之后 发现自己原来所学的不经适用了 在当时那个时代 他根本就用不上 可见朱熹在钻研学问上 是一丝不够啊 于是呢 他先后多次摆南平的礼同为师 承起了正统的落学思想体系 完成了尽费所学 淘缠归儒的前修过程 在此后的23年的时间里啊 可能呢 他当时也是看不惯官场的黑暗吧 这朱熹啊 说什么不愿意当官了 一生当中 大约有30年的时间 奉辞在家 掩掘起来了 潜心的构筑 宏大而缜密的理学思想体系 事称敏学 朱熹50岁的时候呢 又重新的步入了仕途 赶赴江西南康军 在南康之军任上啊 朱熹谱写了中国教育史上 最华彩的篇章 在朱熹的亲自督见之下 一座沉寂了百年之后的书院 也就是白鹿洞书院 在破落院期基础之上 又重新的耸立起来 朱熹呢 亲任洞主 在这儿啊 我要跟您强调一下啊 这个洞主啊 可不是什么占山为王的 山寨大王 而是相当于现在 某某学院的院长 这个意思 朱熹一向是以秩序严谨 著称 他来到书院之后呢 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 书院学规 这朱熹要说人了不起 就在这儿啊 他能够摒弃门户之间 把理论上的劲敌 陆九渊 请到了自己的讲堂之上 单凭这一点 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充分显示出他文人的 相亲相众的这个大家风度 迎购和互卫着一种 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 使白鹿洞呢 成为海内书院 第一 朱熹的一生 大部分时间是致力于著书历说 开门授徒 据统计呢 他一生写下了 126部著作700多卷 成为古今著书第一人 他亲手创办了27所书院 培养了像 贞德秀啊 蔡元定啊 黄干 蔡神等362位 民众朝野的大学者 为后来促成 敏学成为官学地位 奠定了诈实的基础 静元二年 朱熹66岁了 不幸的是啊 党禁风波 在这个时候的偏偏发生了 到了晚年 不太定了 朱熹被罢了词 被罢官了 连基本的生活条件呢 都不能满足了 日子过的是真苦啊 监察御史审计组 弹劾朱熹十大罪状 朝廷一共定了逆党59名 朱熹位列其中的第五位 您想想 这罪能清得了吗 这些人呢 都不准在朝廷为官了 令其改室回厅 就是回家反省去了 到了71岁的时候啊 饱受苦难的朱熹 在血雨腥风的运动当中 告别了人世 后来呢 这著名诗人陆游 在自个儿家里头 摆上巨大香案 祭祀朱熹 以示缅怀之情 南宋保佑五年 李宗皇帝为朱熹诞生地 玉笔亲书 南西书院贬额 至此啊 南西书院就文明于天下了 朱熹平生对生他养他的游戏 怀有深厚的赤子之心 据记载呢 他曾经多次回到这里 寻亲访友 讲学授徒 并留下了大量的墨宝名文 首纪版帘和诗词歌赋 这些深厚的文化底蕴呢 陶冶了一代又一代的游戏人民 培育出一个又一个深深学子 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文人默克 到这里寻根溯源 亲近朱熹 正如刘海素先生所颂扬的那样 那真可谓是 游戏风月吴京舞 雪海扬帆有后人啊 让有故事的游戏走进您的心扉 让有情感的游戏走进我们的故事 有关朱熹的生平简历 今天呢 咱们就聊到这 下期节目 咱们一起分享朱熹和文公山的故事 更多精彩 值得期待 观众朋友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小词